我的天呐,你玩过这种人造雪花吗? 只要在这种白色的粉末上浇水,它就会立刻变成厚厚的白雪 据说,把这种白雪放进冰箱里冰冻 两个小时后,它们就会结出超美的冰冻水晶花 冰冰凉凉,还亮晶晶的,真的太好看了 它有这种人造雪子 动水泡一个,就真的出现了雪花 最主要是,放进冰箱里动一下 这已经是雪的雪嘛 这也太离谱了吧 诶,真的能造雪花,我怎么猜的好像有啊 这咱们赶紧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结出水晶花花 希望让我们家里有雪粉的,跟着我们一起在试语呢 穿一层,家里的这瓶雪粉,我们一个汉子都没有啊 还好小鹿我经历丰富呀 咱们先往里面走里有粉末,来试一下吧 多来点,多来点 现在这个盘子都已经装满白色粉末了 接下来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浇水 简直奇迹的时刻 哇塞,白色粉末瞬间变成雪山了呀 白色粉末变成固体也太神奇了嘛 不过这玩意儿怎么一捏就碎呀 捏起来还软绵绵的呢 一年都不动手 小鹿们,你们说这到底是真雪还是假雪呀 现在咱们赶紧给它拖下拖开带 放到冰箱里去冷冻一会儿吧 嘿嘿,放进去 咱们两个小时候再见吧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这里面应该已经解除水晶花了啦 我回来了啦 你看看水晶花见我了那样 奇怪,怎么还是白茫茫的一遍啊 我爸爸 来看看水晶花是不是藏在角落里了 那你们也找一遍 不是吧 这每个角落我都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水晶花的影子呀 看来用家里的雪粉是不行了呀 谁要忙回事,没找到 但是你看,这边有四根铜板铜板啊 你又因为我没有吃铜板铜板 真的是没找到吗 那我们来,咱们来,哪只铜板呢 好,真的 水晶花给你们买了啦 我来说这么多包,货本很贵呀 回来宝太猫,这个主持人已经在选一代 我点起来试一下 看它能不能解除水晶花 好,就把咱们来填续一代 拆开 不知道这一袋能泡出来多少球外呢 加水 哇,它这么平时了耶 看到水的地方,希望上都变成雪花了 透明的,今天也就是白色的了 让我来上水晶小伙伴们玩一下 好迷远啊 和这个雪花长得挺一模一样 就是摸起来,就感觉像不像不果冻 放上走现在,那就比较冷冻呀 好迷路,我回来了 你来到哪里面有没有写出水晶吗 抠出来,让我来挖一下 把它拉开 啥都没有 我说戳一戳 里面松松软软的,根本就没有水晶花吧 这不是没有什么,不是骗人的呀 为什么,腾反雪花还是不行啊 为什么是因为你家的雪梗不够多呀 不,我只加了一包雪梗 要不然多加几包吃一吃吧 不然就连着大人的盆吧 这个下,我把剩下雪梗全都给加进去 拆了这么多的,气囊 就是这一点 咱们来给它加上水 哦 哦,碰撞干呗 这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继续加水 这吸水的效果太强悍了 这一把片段把它给浇起来 咱们把它拿去冰箱冰冻一下 这一把咱们都学习一点 A few moments later 过去了四个小声啊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赶紧来瞬一瞬,应该有没有水晶花吧 这招 啊,猴巴 我都摸到第一个东西 我也是啊 我是猴子 水晶花 要吃猴巴你知道 我也来个洗洗 洗干净了 这也太漂亮了 不过就摸起来好冰啊 它该不会真是透明的冰吧 这颜值也都要来看啊 你们见过这么漂亮的雪花吗 它又没了呗 我好像把它放在我的厨包上呀 我怎么感觉它好像快要融化了 那还是可以放冰箱去吧 我的天呐 你见过这种藏着宝贝的冰淇淋牙膏吗 竟然有人把它剪开 还在里面发现了限量版机械水晶小熊 每一只都是足以无二的 太神奇了 天不清牙膏里竟然有机械水晶小熊 那你那好酷去啊 我又摸着用一只啊 那还等人家去村上买啊 这种牙膏在村上肯定买不到 我去小麦不买 老子们 牙膏给你们买的回来了 哎呀 咱们买的怎么不一样啊 你买的就是视频老板KFC 那我的也是KFC啊 就这一只 他帮了我28万牙膏 这么贵啊 我这五只牙膏 可是在小麦不买的 老板就打了就折了 这一只只要9块点 这么便宜 那肯定抽不到小熊 你来抽不开怎么知道呢 哪个现在也是炒味的呢 喜欢草莓冰淇淋味上的牙膏和小伙伴的 一个你扣一扣一扣一扣 让我看见你们 哇 这冰淇淋看起来好好吃啊 再来捏一捏 人家里好像真的有个硬的东西 让我赶紧来看一个 这也不是机械放牛 说干咱子要干 减 把牙膏挤出来 真的好强哦 还有香香甜甜的味道呢 我拔了一个 我听到了为什么都没有啊 完了 我已经扑干了吧 我都说你个黑的羊肯定没有啊 这个羊肯还有四只呢 还是来看我的吧 嗯 半银半橘 哦 原来一半是柠檬胃 一半是橘子胃啊 你这二十八百年 要是解不出来小熊 那我可血亏了 姐 这看得我就有点心慌了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哎 说不定在里面 咱们解出来看看 我急 不是吧 怎么这管里什么都没有啊 说不定在牙膏里 我拖拖看 哎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你这二十八百年呢 因为我是牛肝的那有抓气脸 怎么啥都没有出来了 接下来 再来出个没什么口味了好呢 哎 来出个海洋味的吧 这一盒海洋口味了 怎么撑喵喵的呀 嘿 难道 这里面有小熊 姐 让我来瞅一瞅 这啥都瞅不出来啊 哎 等一下 这有真的有个硬硬的东西啊 给它挤出来看看 我急 终于来一次 瓦了瓦了 哦 不是吧 真的 那是机械小熊啊 我爸爸在这等一样我 我就给它洗干净 洗干净了 是个超漂亮的小熊挂柜啊 这个机械小熊的耳朵是没有齿轮的 它的脑袋里面一条一条的是什么呀 话说带这个出去肯定很拉通吧 实在是太好看了 咋 实在是什么 我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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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出这了 这两本的机械小熊 还是实名偷牌呢 看来小熊的老板真的能骗我 姐 我可不可以买你一个呀 什么买你买 那就 99 99 99 硬了我去抢的 那我才不如去小麦公买的 我硬了小麦公所有的牙瓜都被我买过来了 那好吧 99就99了 那我就要这只芒果冰淇淋的了 不知道这芒果味的冰淇淋牙瓜 能不能抽到小熊呢 咱们先给它偷出来 看这小肚子鼓鼓的 应该有过 起来 我来瞅一瞅 这里是个什么东西啊 咱们赶紧把它挤出来 让我来瞅一下 哎哎哎 在这 看着有点模糊嘛 咱们先把它清醒一下 这都洗干净了 没想到我的眼神竟然是绿色了 静靈提供的好好看啊 难道它是蒙古小熊吗 看来这9块9的牙膏 是真的值哎 别闹了 你得给我99 这个 还是你眼睛牙膏本来抽的什么口味呢 我来到来的柚子冰淇淋了 虽然我今天时候不是很喜欢吃柚子 但是柚子的香味们 还是很高温的 嘿 哎 这一只怎么比较的呀 该不会里面啥都没吧 看来来捡捡看吧 捡来瞅一眼 哎呦 你不过来 这会是个什么颜色的小熊呢 给他擦一擦 嗯 头上是粉色的 没关系我就给他洗个澡 起来来啦 这个粉色的小熊看起来好温柔呀 和蓝色的小熊应该是CP吧 他们的脑袋里面好像是一根一根的铜像呀 真的是太精致了 那把他们送给就有点赞了 那不小可爱 另外还有一盒视频同盘巧克力的牙膏 姐 那能不能给我呀 那不行 这的话我得送给我的小粉丝 对aa 全都没关系